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最近几年,国曼发展的可是很快的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,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新翻国曼 而且现在的国曼剧情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之前大多数都是与玄幻网络类武侠作品 而最近玲珑的热播可是备受大家的称赞 要知道,这部作品早在一年之前就已经放出了预告 仅仅是PV,在播出之后的播放量就破千万 可见人气之高 只不过在播出四集之后,玲珑也是再度停播 不过在大家期待中,最新一集的玲珑也是播出了 只不过这一集看的依旧是让我们很是气愤 作为队长的马克,以及他手下的众人 其实在灯塔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而在最新一集的剧情中,马克也是将要继承城主的位置 但是确实出现了不一样的状况 而最让我们意外的,就是马克的感情线 现在也是已经开始出现了,就是和冉冰一起的时候 当时两个人一起潜入了灯塔内的基地 而且了解到了怪兽背上一发女子的真容 虽然仅仅是看到侧脸 但是从五官来看也是很漂亮的 不少网友看了知乎,不负静难 而最让我们意外的,就是冉冰和马克刚刚有了感情线 但是冉冰却要被要求前往金斯大厅的报道 金斯大厅意味着什么?相信大家也是很期待接下来的剧情了 这可能也是马克不能成为城主的原因之一吧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